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也很值得我们看看他的生平是怎样的 今天我们再请昆士兰《华商周报》的总编梁焕虫先生和我们做个介绍 好吗 梁先生 好 李先生 谢谢 如果大家在雪梨那里或者其他地方有些喜欢听粤曲 都可能会听过唱过《晴争苏曼淑》的粤曲 已经很久了 甚至乎以前有些粤语片有一套戏叫做《断红凌眼妓》 吴楚凡 主罗连是去日本拍的 这套戏是取材至苏曼淑 是日本半字转绩的小说 同名小说《断红凌眼妓》 为什么忽然这么有空去日本拍呢 好笑了 原来苏曼淑是日本人 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很多人说过听过苏曼淑这个人 但是对他的作品方面不是这么认识的 说一说这件事 苏曼淑就是清朝人 光水十年1884年出生 出生于日本的横斌 他的母亲不知不扣是日本人 姓何俠 何俠就是一个日本姓 现在大家买钢琴 Kawaii Kawaii就是何俠 他父亲姓什么 不知道 只知道他父亲是一个日本人 叫做钟郎 苏曼淑出生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名叫做钟之座 他的日本爸爸 出生了没多久 就把他两母子抛弃了 由母亲养着他 非常之窮困的 后来就在中国香山 即是今天的钟山 有一个姓苏的商人 是做中日贸易的 就去到这个日本那里 就认识了这个日本女子 哦 就是妈妈 是的 当时苏曼淑都五岁了 这个姓苏 这个苏白 就把这个日本女子 就带了回香山那里 就做涉事了 哦 就带了苏曼淑 这个BB仔的苏曼淑回去 那当然啦 做涉事的大婆 忽然带了日本女子 非常之不高兴 很歧视他们 当时中国文字都未开 就对这个 非我族女就很歧视 亲戚朋友就欺负他 旁边的旁边又欺负他 她很小时就很惨 哦 那么呢 就 最终三几年之后呢 这个日本女子呢 就忍不住 各方面的灵欲 就回到日本 黄斌那里住 就把这个苏曼淑 丢下了 就跟着他爸爸 就在香山生活 但是因为呢 那个 他那个 大妈妈 和亲戚 欺负他 欺负得很厉害的 好歧视他 那就没法自己立足了 于是他爸爸呢 就把他送到香港 哦 去到香港呢 学英文 哈哈哈哈 那么就学了几年英文 英文都相当之好的哦 哦 那么就学了几年英文 就回去呢 就回去中国 就在香山 逗留下呢 又去了广州 嗯嗯 就因为生活方面太困难了 于是呢 出家做了和尚 哦 那么他的天资呢 非常之好的 一学这个佛经 方便也是他学到非常之精心的 嗯 所以呢 就是情曾苏曼树呢 就是这样来的 他是一个和尚来的 哦 那么 照计真人是不说七情六欲 要六根清淨的嘛 怎么会有情呢 嗯 这两个是很矛盾的概念来的 嗯 查实这个矛盾在苏曼树的一生里面 是非常之困扰了他的 一方面他的人很重感情 而另外一方面呢 他对佛教的研究很深 就是对这个佛教的哲学呢 是很想他去实行 那两方面呢 就是矛盾得很紧要的 嗯嗯 例如说 佛教方面 就是要吃齋的 哈哈 松曼树就很喜欢吃肉的 哈哈 哦 曾经就因为偷偷地在寺院里面 煮肉食啊 哈 好香啊 哈哈哈 搞到个大师来到看到他 就生气得很紧要把他赶出紙的 哈哈 就是这么紧要的 但是他虽然是这样 但是反反复复进入佛教 离开佛教呢 他一生人里面也有两三次的 嗯嗯 虽然是被人说出去 那么他就又回到日本 又去泰国啊 或者是斯里兰卡啊 新加坡啊 爪哇啊一带呢 是考察佛学 研究得很深的 好 那么就 所以他回到中国的时候 又教书 又用他所识的学习的英文啊 法文啊 他都学到哦 好 就译这个外国的书 哦 那么 也都在佛学院里面 教这个佛学 哦 哦 最后就是因为他 就太喜欢吃东西了 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传说来说就是他在热天的时候 曾经一次过吃几斤的冰 哦 饮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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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冰就没什么好吃的 对了 没什么好吃的 饮冰可能是混合一些果汁 很年轻 他已经得到这个吐血的病 即是吐血了 他的身子相当之不好 1918年那时候在上海死的 只要是34岁而已 是的 他虽然是死了 但是他遗下的作品呢 不算少 不算多 都有一本 有诗集 有文集 也有小说集 他所写的诗呢 感情方面很真挚 另外呢 佛教方面的研究 也有些很好的研究的文章 书籍写了出来 小说方面呢 很出名的一本叫段洪凌眼记 刚才说过了 就是吴楚凡和子罗年特地去日本拍那部电影 当时这本小说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呢 就是因为那个 写法是相当新穎的 和题材方面很前面 当时那些学生呢 差不多都非常疯狂 读书的时候呢 上堂 先生在前面说的那些学生呢 就在桂桶底那里看书 看这本段洪凌眼记 是爱情小说来的 爱情小说来的 就是因为她曾经呢 她是长大了之后 曾经都回过日本 见过她的母亲的 哦 她的母亲曾经呢 就想说 缺合她和一个表妹 就是她的母亲 的姐姐 的女儿 叫做静子 就和她结合 那就是两个人 发生了感情之后呢 最后也都不能结合 那她就回到中国了 嗯 那段洪凌眼记呢 里面的那个主角 就叫做三郎 三郎就是 是苏曼树自小 在日本有时候的小名来的 静子 也用回静子的名字 嗯 嗯 那就是一本很出名很出名的小说 那说过情真就是 他和静子之间的一些爱情 他和静子 大家戀我 就 其实应该还了族 就不是一个真人 那情真就是 苏曼树一生人 都是这样叫他情真情真 嗯 嗯 嗯 那他有没有其他的浪漫史 也有的 他回到中国之后 他这个人就喜欢吃 虽然哲学方面 研究很深 亦是很注重这个世间的繁华 就不只是说去追女孩子 还跑去青楼那里 煞煞滚 就是这样一个 爆肚的人 是啊 但是他对佛教的研究 又很深 又很深 又教佛教 另一方面他是文学 又和革命党人来往 和孙中山也很熟 宋教人也和他很熟 有一次就很好笑 他就是吃都没得吃 不如想知道不行 孙中山就叫宋教人 送了二百大洋 给他 劫制他 怎料他拿了些钱 就 周围发请柬 一晚就请朋友来 一餐就吃完他 哈哈 就是有些这样的人 很豪放 很豪放的人 就是很矛盾的人 就是很矛盾的人 有几首诗 或者念几句 大家听一听他写的诗 想多词不错 例如有两句 一句 岑尽情蟬 凶色相 琵琶湖上 浸荆棉 一方面 他就是看破红尘 另一方面 又不羁到 拿了佛经 拿来做枕头 在湖边睡觉 另外一句 就是 无端狂笑 无端哭 众有欢唱 疑似兵 又有一句 他说 网鞋 破编 网鞋就是憎人的鞋 破编就是 憎人托编去化园 网鞋破编 没有人识 搭过樱花 帝己桥 这也是 和日本的渊源 樱花 对吧 就是 苏玛树 三十多岁 短命死了 遗下 很多好的作品 葬在杭州 西湖 西陵桥 他的坟墓 和杭州 另一位 出名的美人 蘇小小 遥遥相对 这是一件后世人 值得几点的事 不同时代 是吧 蘇小小也差不多 一千多二千年 是 就是一个矛盾的人物 是 如果大家想看蘇曼树的作品 当然可以买他的书 如果买不到 可以上网找也找到 用搜索引擎 比如Google 打蘇曼树 就可以找到他的作品 可以用中文打 是的 看一看 他34岁 都已经写到 这么多作品 他一个早熟天才 十多岁 就已经很聪明了 聪明了 聪明了 通缉国语文 非常厉害 很多聪明的人 都如此 夭折 所以我们这些 不聪明的人 就是 这么老 好 等我们有机会 认识一下 这些人 好 好 多谢你 梁漫松先生 是 什么 诚 我 梁漫松先生 我 我 闹 等我 感谢观看